這一季次 走近一點吧 來 Tony Chan 我的Tony 是你的記者會嗎 我會有巴西鐵給你嗎 我會有巴西鐵給你嗎 Tony Chan Tony Chan 太扯太扯 因為你知道那個小豬 就是他就是好哥們 所以他那裡算是最大的 最高 大概有六位數字 老師這個我也有感同身受 因為我也是婚禮當中 我算一算好像還是羅志祥包最多 對 羅志祥對我們這些老朋友 差字直接就六位數降高 真的 我都沒有收過人家紅包過 因為你有辦婚禮 都是包給人家的 對 你包出去太多了 我的婚姻是媒體逼的 換我 討厭鬼 真的有討厭過 你也有討厭鬼 真的嗎 多討厭 我是這一季次 走近一點吧 來 Tony Chan 我的Tony 是你的記者會嗎 我會有巴西鐵給你嗎 我會有巴西鐵給你嗎 太猛了吧 太扯了 離奇了 同一切 太扯了 太扯了 因為有辦婚禮 一生就我們一次 我們就篤定就一次 不請自來 而且有記者會 因為婚禮前面不是有記者會嗎 他搞得跟記者會一樣 一樣拿麥跟我講 那你打算升幾個 有沒有 給我打算升幾個 我可以講他就會 你跟你太太什麼時候認識的 你跟你太太什麼時候認識的 你們交往經過什麼東西 我說這是什麼東西 我發覺 我老婆說你有沒有發西鐵給他 就他直接直播那天有多少賓客 真的假的 所有的流量全部給他賺去了 但是還好 這個人居然還有包紅包 那感覺很好 他包多少一件好了 沒有 他包1萬2 還收 OK 那還可以 我的討厭鬼就是 好 為什麼 納豆王少爺Teddy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們 不是說滿歡樂的 我請他們當伴郎 但是我把自己當成新郎一樣 合理啊 我覺得還滿合理的 我把他們三個人弄得舒舒服服 安排了一間房間 讓他們好好休息 結果這都OK 結果他在那邊 在裡面兩個小時 點空間服務 點了三萬多塊 他們在幹嘛啦 有沒有知道 什麼啦 他們三個人點了三萬多 而且你知道迎娶不知道 是會有兩個大蘋果 給新娘摸平平安安什麼吉祥的 納豆哥 把我的蘋果給吃掉 你確定是他 有沒有可能是小哈把你剋掉的 但是你不曉得 怎麼會不曉得 在新娘房的蘋果看了就把它剋掉 我再半個小時 趕快衝到隔壁百貨公司 趕快買大蘋果 什麼 好壞吃哦 講真正話 發帖還真是一門學問 真的 這個憲哥講起來就很有說服力 該發的他沒有發 對 他發了一堆莫名其妙 那五官 這樣的婚禮也在辦 對不對 禮金數字 講錢就傷感覺 對 金好難包 什麼不要該怎麼包 因為你知道那個小豬 就是他好哥們 所以他那裡算是最大的 最高 大概有六位數字 對 可是其實在這當中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 跟著我一起很多年的一個朋友 是不是很誇張 現在結婚還可以收到1200塊 不是那個人寫錯是12000 寫成12000 有可能少一個零 少一個零差很多 你有沒有去對數字 誰 應該是少一個 12000 他會不會在那 你應該擔心這個朋友 現在過得不好 12000 對 人家如果包給我12000 我告訴你 我馬上回禮 回給他一個12萬 真的假的 好 那我們就這麼說 我可以包 不 潘老師這個我也有感同身受 真的 因為我也是婚禮當中 我算一算 他還是羅志祥包最多 對 羅志祥 對我們這些老朋友 他是直接就六位數降包 他其他我也是跟憲哥感覺一樣 你們來我就開心 不是說多少問題 但是有一些朋友 他特別包的那個數字 會讓我有一點反應 因為他在結婚的時候 我是包大禮 是從小到大的朋友 就我婚禮來的時候 他不只是帶他的太太還有小孩 我曾經祝福你 你帶你太太小孩來 然後給我包的那種 那種印象小禮 嘴巴說得不在意有沒有 我好在意的 好在意的 對 錢太重要了 像憲哥包 憲哥就包得很漂亮啊 憲哥我不會理你怎麼回事 對 因為當時 一定有一些原因嘛 對 憲哥那時候在海外啦 對啊 OK OK 過關 過關 謝謝 紅包還是有到 馬哥 我還沒講 你會更難過 怎麼樣 憲哥包給我的紅包 比我公公包得還多 大概這樣子 天啊 真的 那還用說嗎 對啊 那還用說 這樣比先邊也一百多萬 包給他們算是小包的 算小包的 對 他們才是大包 大包的啦 對 憲憲腳 你現在一直都記在心上